既然台積電都跨入到倉庫叫做倉儲 因為要把很多的庫存 做好的晶片放進去 倉儲自動化系統 因此精神大哥請上來 我先問一下 這你列出來的標的 多少少應該都跟設備自動化 有點關係吧 對 是嗎 剛剛看了加登堅掌停板 創新高 那所羅門呢 所羅門這一次來講 跟這個倉儲影響比較 影響比較多的 最直接的應該是 他是做什麼 他是做協作型機器人 跟機器手臂 他就直接你再連結的這一些 機器人都是基本上 第一次跟台積電合作 你看那種機器手臂這樣 滾輪 抓 拿 這樣子 這就是機器手臂 所以現在如果是無人工廠 機器人工廠 這種應該業績會起來 對 都慢慢會起來 他今天也漲停板 今天也漲停 可是他不是外資的 外資沒有買 外資在沒有買 今天有買 今天好像買了四百多張 OK OK 好 繼續 那我們看殖利率 他已經這兩檔 這三檔股票裡面 他已經除全了 他已經除全了 然後他的本益比是十五倍 也在這裡面算是比較低 因為他很低價 好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紅塑 紅塑的部分 他原來是最主要的是濕製程 但是他另外一個 什麼叫濕製程 濕製程就是我們在這個 晶圓製作裡面 所用到的有一些 就是研磨的這個部分 它是走就是要噴水 濕的 濕科 這叫濕製程 有的人是照光的 這不一樣 所以他是半導體製作的過程 對 他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做十二寸的 這一個連結的 這個輸送的連結 OK OK 那今天的收盤是兩百七十五塊 這一些都是往上衝高了 那這外資是賣超 賣一百五十九張 但是紅塑是投信的任量股 投信是一直在買的 然後殖利率是二點九個percent 那他本益比是十五倍 其實在設備類股 這三個股票 其實本益比都還好 我們快速掃瞞一下 紅塑跟所羅門就好了 因為股價今天好像都蠻強的 所羅門 所羅門的股價 他基本 他的走勢來講來到這裡 他來到前一波的這個位置 前高二十二塊 還有機會越過嗎 那近期有量 那如果是外資來持續買超的時候 這個就有機會再往上走 所以前高二十二塊 二十三塊有機會挑戰 對 有機會挑戰 這個基期是比較低的 對啊對啊 我覺得現在這種基期比較偏低的 而且他才兩萬多而已 就買得到 兩萬多 特別是比較便宜的 對小資男女 真的需要這一種 那下一檔是紅塑 這就比較貴了 二十七萬五 你看他紅塑 今天的股價 他還把這個底部都打好 這上去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部分 這是投信 投信買一點點的 那這股價也是創了近期的一個高點 那最近在這個地方 這些股票都爆出量 那爆出量的時候 你就用這個低點 當作一個停損停利點 停損停利點 對 好 第一個產業小姐 半導體 接下來看一下蘋果大推的 台灣要出運了嗎 這個蘋果點燃了 迷你類風潮 聽說舞台場社會 到底是哪五家 還有包括了面板的群創 跟康寧攜手合作 攜手的產品叫做 長光刀雷射技術 我唸完了聽了沒了 這三個技術呢 搶車用市場 兩個產業新聞 金人大哥繼續帶 這個部分 我們看蘋果點燃的 這個迷你LED 前一陣子我們看到 有兩家公司要合併 成一個控股公司 那叫做龍達跟金電 對不對 那這兩個 其實中間有一個人牽線 除了友達以外 另外一個牽線 好像叫做庫克 所以大家一直在想 這是不是把他連結在一起 那就連結在一起 他們變成是這樣的 從這個 從在龍潭 他在龍潭設那個實驗室 那個時候報導的時候 外面還沒有招牌 是喔 對 他設了一個實驗室 所以這個實驗室 是蘋果在台灣設的 對 在蘋果 MINI類的 對 所以蘋果早就已經想好 早就在台灣 已經設了好幾年了 我就是不想用 Samsung的OLED 因為他做品牌 我也做品牌手機 幹嘛去跟對手買他的貨呢 所以轉向台灣的MINI類 他很努力的在這樣做 因為他每一次都被掐住脖子 因為我如果OLED 那如果你不出貨給我的時候 我要跟LGD拿 那如果他們兩個韓國 又有一些影響的時候 對他的出貨會很大影響 以前宏達電就是個例子 宏達電剛開始手機賣很好的時候 不是他就是因為OLED的面板不出給他 還有另外一個晶片的關係 所以對宏達電很大的打擊 所以你看蘋果找我們的MINI類 是對的 實驗室都設好了 然後他這一次讓晶電跟龍達成立控股公司 他最主要就是往這個方向去走 然後預估我們看蘋果 大概最快是今年第四季 那一般來講預估是明年第一季要推出這個MINILED 背光的iPad iPad是平板 平板 他先放到平板跟Mac上面 Mac是電腦 所以NB的上面 筆電 所以就是MacBook 照你這麼推論 蘋果用我們台灣的MINILED 先放在兩個產品 一個是iPad的蘋果的平板 另外一個是Mac MacBook就是他的平板 筆電 平板跟筆電上 OK 那請問神尊的OLED是不是確定就不用了 他在這個部分 他會有一些產品 有一些產品沒有 但是在手機上 他不會現在就不用OLED 手機短時間換不了 短時間還換不了 為什麼 因為在這一個部分來講 他在做這個部分 你看有沒有看到這個尺寸是比較大 這個尺寸是比較小的 在巨量轉移的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一個比較大的 好做 比較 好切啦 不會看到那個瑕疵 比較小的時候 比較容易看到瑕疵 所以那個平板 你不要以為小的很好做 越小是越難做 所以大片的先供應平板 就MINILED供應平板跟筆電 至於iPhone手機 還是脫離不了Samsung的OLED 現在還是這樣 好 相關概念股 我們看一下第一個是金電 金電收盤38塊 然後這是我用第二季的漲幅 我們不是從第一季 第二季就看了 第二季的漲幅就是四五六月漲幅 你看金電不賺錢 他漲了四成 他本益比 希望他希望明年看能不能轉虧為贏 因為他虧錢 所以算不出本益比 股價除以EPS 他沒有EPS 所以本益比算不出來 所以期待是在LED的晶片 未來的期待性 對 再來台表科的部分 收盤是129.5 然後這個第二季的漲幅 這漲幅都滿大的 87% 本益比16倍 他就是在這一個 這個貼合的相關的這個部分 打建廠的這個部分 另外一個惠特 惠特大家都比較清楚 在MINILED的這個部分 他是設備的最大社會的公司 他除了做檢測以外 也做分選的設備 對 這個叫惠特 我們剛剛那一竿圖表裡面 還有一個叫 SOTO SOTO 那個因為沒有掛牌 所以我就 在這裡 SOTO 我就沒有把它放進來 因為沒有掛牌 沒有價位 因為五大廠是 晶電 惠特 真頂 台表科 這兩個是一樣的 做分檢設備 那索特他沒掛 對沒掛牌 所以我就把它加 另外有一個剛掛有掛牌的台廠 叫影台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再來是真頂 真頂的部分 一百三十二塊半 漲幅 這很大支的股票 漲幅41% 然後本益比 他在這裡面是本益比最低的 然後他是PCB的背板 這是做他的最後那個PCB整合的背板 再來是影台 影台是掛在新櫃 然後其實四塊多 所以他有零頭 然後他漲這麼多 他掛新櫃 他掛在新櫃 新櫃是沒有掌跌 新櫃沒有掌跌停 我只是把這檔股票放進來 他是台灣的最重要 mini-LED的導光板 OK OK 他本益比是22倍 總之呢 蘋果mini-LED 要讓台灣的面板開始發光了 大家一起加油囉 本益比比較偏低的這些 您就看一看 參考一下 接下來第三個新聞 我們來繼續來追囉 那康寧跟群創的合作呢 康寧跟群創合作 我們其實我們看一下 康寧跟群創的攜手 長光刀 等一下我們來講一下 長光刀是什麼 雷射技術搶車用的市場 那我們來看一看 長光刀是什麼 我來解釋一下 長光刀其實是雷射的一種 只是他再把雷射 再加大的那個高壓 所以他用捷徑的切割 這個技術是誰的 這技術是康寧的 是康寧的 他可以一刀把它切下去以後 以前雷射切割以後會有毛邊 毛邊要研磨要拋光 他不用 一直切下去 光溜溜的 而且還可以3D曲面 還可以切曲面 對厲害吧 這個叫長光刀 雷射 車用的面板 所以這是群創第一次跨入到車用市場 他其實群創跟友達早就跨入 但是你一般的面板 有沒有看到一般面板是平面 上面很多面板都平面 那你要把它變成曲面 其實這個部分就是他跟康寧合作的部分 其實康寧在這個部分也在手機上面也往曲面去走 然後要拿下高階面板的市場 那相關的影響的股票一個群創 7.88 一估明年大概還沒辦法賺錢 所以沒有本益比 那他是往這個面板走 那這個泰森是在這個雷射的設備 雷射設備 雷射設備 那現在收盤51塊9 一塊錢 然後本益比也滿高了 50倍 這是在雷射設備的部分 在天域 這個就相關跟車用有關係的 跟群創 這是鴻海集團驅動IC 面板驅車用面板驅動IC的 這本益比就相對比較低一點點 OK 說這個市場上有沒有期待 你看今天外資 群創還沒有賺錢 算不出本益比 外資買超第11名 你看就在這 好 記者大哥非常謝謝您 三大新聞 我在乎的是新聞的內涵跟深度 解讀清楚了 開始幫大家歸納重點了 從國際來講起 剛剛齊展直接跟大家說 因為今天是美國共和黨人士 透露上去說 如果川普的民調紅色這一條 老字往下掉 齊不來的話 川普可能會退選 不過齊展一語道破說 他覺得機率偏低不太可能 川普就算會選輸也會選到11月份 可是因此我們就大膽假設了 如果拜登當到下一任的美國總統的話 那麼美國經濟以期政的研判 應該經濟會先求穩再求好 只因為拜登不是激進派 他是比較溫和的 任何事情都會討論的 因此經濟知道了穩再好 那美中貿易戰我們關心的 對中國大陸這隻手應該不會再那麼狠了 壓力也會比較輕一點點 這是貿戰的觀察 可是美台的關係其實剛剛講得真好 美台關係雖然現在是在最高峰 現在是川普總統 如果日後變成拜登總統 他說就算關係沒有像現在的川普總統那麼樣的好 可話說回來如果亞洲國家少了貿易戰的壓力 對台灣的經濟也是個加分 不過說到了加分這次大大扣分 大陸企業這家金黃珠寶掛在美國納薩克市場 押在銀行的應該是說押在信託公司 再拜託信託公司去幫他借錢 剛起展有講那個管道了 中國大陸企業做事情借貸錢出來 總是跟人家不一樣 所以都是假黃金離譜吧 我當然問了起展 那金黃珠寶會不會被納薩克市場給趕下台 很有可能 所以我們就觀察下去了 不過黃新來看 短時間應該還有再創新高的機會 這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說到中國大陸 現在麻煩事更多了 這個肺炎疫情還沒有完全離開 結果大陸的豬又有豬流感G4 這個會不會已經豬傳人了 新聞這麼說 哥林中剛有講 現在看新聞是說會豬傳人 可是我們還有在做觀察了 如果真的有豬傳人 那麼人的健康壓力就更大了 所以請小心 台灣要防護做得好 努力24年我們豬肉供可以 終於可以外銷出口這錢了 所以這些的防護 剛剛林中說一個洞都不能漏 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們豬肉外銷繼續加油 可第二個點 台灣IT產業現在要大放異彩了 可是IT產業那麼廣 到底是集中在哪些領域呢 剛剛林中有說 5G網絡還有數據中心 人工智慧等等 因此有硬體的我們期待就大了 相關概念股掌握到了喔 產業號更多的消息 那就剛剛金人大哥說的 台積電的晶圓倉儲自動化讚 我們的自動化無人設施 機器手備等等 就是接下來台積電耳後的期待 我在乎是台積電省了很多的人力成本喔 第二個是剛剛提到的 蘋果的迷你類的 有機會取代Samsung的OLED嗎 有 只是剛剛金人大哥有講 蘋果的迷你類 用我們的迷你類 通常是用在第一階段 用在平板跟筆電 至於iPhone手機 還是會用Samsung的OLED 因為切越小是越難切 壓力會越大的 困難度越高的 所以迷你類台灣廠商 繼續努力當中 蘋果已經在我們這 設立了研發中心了 實驗室等等 第三個部分 掌握到了群創跟康寧 原來今天才曉得 長光刀 雷射 切得很乾淨 完全沒毛邊 曲面也切得成 所以群創跟康寧合作 要讓車市市場 占有率更大囉 搶的是車用高階面板 相關概念股 跟您最佳分享跟參考了 進廣告 這是結論囉 回到現場之後 時間都交給 鼠方姐 大盤 好的地方 嘿嘿 價格超新高 或者地方 駕掌要亮針 為什麼背離 在七月份的現在 有沒有辦法過前高 11771呢 我可以看見到 我可以看見到 我可以看見到